首長恭喜各位會員 大宋王床表現真的是不錯 非常亮眼 那今天我們看到美股大跌 台股是開低走高 為什麼呢 台股為什麼美股大跌 因為同貨膨戰略的關係 對 就算40年的新高 可是會告訴你說 升級兩碼機率 居然三月份升級兩碼機率 居然高得嚇人怎麼辦 台股為什麼開低走高 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很多股票蠢蠢欲動 還有最新禮拜五的世界先進法說 還有友達法說 怎麼解讀最新的法說 這些獨家消息獨家表股 通通在我們今天的農曜華街 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曜華街 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是2月11日 台股開盤18258點 中廠收在18310點 跌27點 美國現在公佈了 1月CPI數據 也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創4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也顯示 通膨的壓力是更加的沉重 那聯準會3月升息 看來是已經成定局了 Fedwatch最新的數據 3月升息兩碼的機率 已經超過90%了 那10年期美債殖利率也突破2% 美股四大指數收黑 台股大盤今天在高檔震盪小跌 回測月線有撐 上櫃指數則是連續兩天 挑戰戰回月線 後續排斥點心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 9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 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投資長 節目開始之前要先恭喜各位 大宋王朝 表現很厲害喔 是呀之前網友都酸我 攢了他們都忘記我有了 是不是沒關係 我們說我是這樣子 來 也恭喜各位會員 開心開心 當然有些人買比較高一點點啦 可是有些人買比較低的 其實現在都逐漸要賺錢了 我講話都是很實在 沒有關係 同樣很多股票也要慢慢要攢上去了 你看台股也是開低糟糕啊 好那你繼續說沒有關係 對因為我們看到大宋王朝 目前是應該是站回去所有均線之上了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突破 等一下 不能講太多 不能講太多 提示太明顯 大家就知道 蠻多股票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現在 通膨數據公佈出來很恐怖 7.5% 40年來的新高 40年 肉依有40歲嗎 當然沒有 對不起 怎麼問這問題 都不知道40年前的通膨 原來也是這麼嚴重 是 對 那 從事長有講過 通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 但是你又說過 Omicron是有機會可以終結這次疫情 把它變成流感化 所以 這樣子疫情就會進入後疫情時代 今天我們在台股上好像有看到這個端倪 因為航空股很強 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 航空股已經發現很強 偶爾有進航空股 只是進人不多 我先跟大家講 好不好 因為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是 這跟大家講是有買的 這兩檔很好拆 都很好拆 就 常常跟華航 常常跟華航 這也沒什麼好拆的 對 這更大 你注意說 我順便幫投資朋友問一下 航運股就貨櫃三雄 真的不行了嗎 已經沒有最後一波了嗎 貨櫃三雄 昨天不是好像 連增100%嗎 是不是 對啊 連增快100% 99%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常常嗎 是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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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的走速 這是一樣 這種股票站最恐怖 營收爆好股價大跌 營收爆好開高走低 那慘了 那慘了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就是個趨勢就白白了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都對你們很好喔 彈上去的時候 跟你講韓語是over 然後在下來的時候 因為這一波上彈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殘龍航對不對 從這邊100塊不到的時候 彈上去了 我跟你講說 韓語是over你要注意喔 該走要走 對不對 又下一波的時候 我告訴你 過年前我告訴你 過年就是 開紅盤前對不對 對 我告訴大家說 有機會反彈 你看這一波反彈 又急又快啊 是不是 從110直接彈到130 漲了兩層 對 兩層左右啊 都沒有 怎麼辦 漲了兩層左右 有沒有 我就告訴你 該走要走啊 你去想看 ZIN股價這麼厲害 馬斯基股價這麼強勢 結果台灣的航運股不行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賞戶喔 台灣的中石戶大戶 比較 比較聰明 說好實話也在做功課 是 我說後一行之代 就怎麼樣 你應該要著重的是什麼 航空 航空股 你去看一下 肉依是不是有差 對 今天總是 很明顯 是不是 嗯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到趨勢都是照我所說的 只是有時候時間波我沒有完全抓準而已 對 你會發現到 財農行要創新高 甚至我大膽預告啦 因為預測 其實 我認為是貨櫃的之前同一批主力啊 是 中石戶 現在資金挪到 財農行去的 喔 你懂嗎 因為他本來就了解消息面嘛 嗯 你覺得如果是財農內部的公司 財農 財農集團內部公司 你覺得他會了解財農跟財農行 嗯 你聽懂嗎 對 你懂不懂 或是他認識內部的人 他會告訴你說現在航運骨氣 今年 各國 各國的 各國的飛機開始要逐漸運 正常的 是 是不是 這是不是說 什麼當麥挪威啊 什麼都已經正常了 對啊 瑞典也正常了 英國說要取消全部的限制了 是 這就算了喔 我是不是說通膨會下來 我說後疫情是在通膨會下來 對 是不是 因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 公投的馬人 馬頭的功能啦 公投的馬人 馬頭功能 對 肉依看你做那個表情 你不要說會變表情包我跟你講 很有可能 好 馬頭功能都不用休息了 就是說不用是染疫了 得到疫情了就要休息了 是 這樣是不是通膨就下滑了 是不是 你看拜登激發聲明安撫市場 通膨將在年底前大幅放緩 投資料 這對我的預告有難嗎 真正最難的預告是什麼 是在 歐默款正式出現的第一天 我領先全世界 分析師 醫學專家告訴你 那是全世界 我歡迎打我臉啊 你底下來說有誰比我提早 提早一高 我說因為歐默款的發現 讓他促進 像流感化一樣 同朋友 你聽懂嗎 全台灣只有台灣啦 跟中國啊 這麼激進啊 你知道嗎 世界各國已經開始怎麼樣 已經開始逐漸的放緩了 台灣是說 打算放緩 還是沒有 可能是為選票 我不知道 whatever 可能大部分人 覺得這樣很好 我覺得這樣一點都不好 因為 你如果走在路上 不小心被人家寬裂了 你就拜拜 去關十四天啦 好好 這扯遠了 講多一點變政治啦 不過 政府反應措施是不錯啦 可是我覺得提早要 我覺得 遲早要 要怎麼樣 要放寬啦 也呼籲啦 希望放寬啦 不然這樣子很恐怖 你知道嗎 好 扯遠了 反正重點是各國政府 都已經確定放寬了 疫情就是會 疫情就是放緩了 然後呢 就像西班牙流感化一樣 我在前年的時候 四五月的時候 台灣股市不到一萬點 就說這樣預告 沒有人向我這樣預告 所以我看的就是比你遠 我看的就比你遠 朋友我看的比遠 那你通膨現在 急速增溫到現在放黃 可是廢的呢 尷尬是廢的決定怎麼樣 決定要怎麼樣 可能三月要升息 對 升息一碼就算了 可是我不是每一件事對 我沒想過 三月份 要升息兩碼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三月份升息兩碼 今天來看一下 你知道 兩碼就多少 這兩碼對不對 0.5到7.3月份的時候 多少 87%不能再多了 肉依這好像口號 有夠霸氣 升息兩碼 878不能再多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喔 最新的數據資料有沒有看到 對 90%啦 剛才我在講話同時要90幾% 還有99啦 肉依聽得懂嗎 因為這個數據跳來跳去 因為它插補法 去換算的 對 什麼叫插補法 高中數學有交 然後 你讀會計的也有交 如果你算一些 銀行利率的話也有交 或IRR 財管可能也有交到 插補法 講太多了 都不知道幾年前的事情 好來 來看一下 這個升息兩碼也是一樣 這邊直接看 有沒有 0.7 0.5到0.75 92有沒有看到 剛才90%現在92有沒有看到 肉依有沒有看到 對 我用那個機率來講 這樣變92有沒有 肉依很刺激有沒有 利率在變 這邊90有沒有看到 看到沒有 考你勢力 92有沒有看到 對 3月的時候 升息兩碼其實92 那基本上就是10-89 基本上就是幾乎是百分之百 會升息兩碼 會升息兩碼 我沒想到這麼刺激 所以你要買房地產的 同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這個利息會怎麼樣 會大幅增加 你要考慮 所以我去年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你今年 我去年有講過 你要買房子的人 我是有這樣講 你要買房子的人 怎麼樣 怎麼樣 你要 你要確定你能半年失業 或一年失業 你能確定能提高利息的情況之下 對 你還能付得起 這很重要 我都為你們好 我都邏輯思考 我都預告一些有的沒有的 都比較殘遠的 比如說你現在今年要趕快換美元 換日圓 日圓好便宜喔 可是我聽到身邊所有人 第一件事要去 要怎麼樣 出國要去日本 對啊 肉依你也是嗎 如果能選的話 不是 不是哪裡 應該是海島國家 對 應該是想要去潛水的地方是不是 對啊 那想要去哪邊 菲律賓吧 喔菲律賓 菲律賓好多島喔 對啊 千島之國 是啊 這跟大家講 所以要跟大家講 菲律賓去潛水 不是不是 大部分人要去日本 旅遊用可能是美金跟日幣 對換美金 換日幣 所以你現在台幣趕快換喔 不要到時候 覺得台幣 不行了 這跟大家講 台幣現在還是很強勢 現在很強勢 現在很強啊 很尷尬的台幣一不一不強呢 股市又弱 所以今年波動會很大 所以今年 喔 今年你要兩種做法 你要追強勢股可以追強 可是 這個我更建議你是回檔的時候買 像大壽王朝回檔很深啊 大家只記得罵我 可是我的粉絲記得 投資上 這個投資上的股票 一回檔的時候就是好買一點 對 Bravo 這跟大家講 所以同朋友你去想看 尼亞山的分析師來 大壽王朝喔 你看喔 股票 巴拉巴拉 今天廣東股價大漲差不多3%喔 股價站上所有均線我相信很快就能挑戰新高 後市我持續看好 手上持股 續爆 這跟大家講 1.37分發的 喔來 這發的都是普通會員的簡訊 就是 這個發的就是不用擔心 喔 就是說一定有發這個簡訊 為什麼 因為 肉眼看到我們 LINE有幾萬人 10萬人喔 人家是10萬青年10萬兵 我是10萬粉絲 10萬哲粉喔 謝謝 是全台灣最多的 我粉絲人是最多的 10萬粉絲裡面 一定有會員嘛 按比例的話 那應該是我會員人數最多嘛 沒有錯吧 對啊 就算不按比例我會員也是很多啊 是不是 對啊 這種東西喔 一定是 相對應的 所以會員人數一定很多 所以有人會造 怎麼辦法 有辦法造假嗎肉眼 是啊 會員一定生氣啦 一定在檢舉我啦 對 為什麼澤澤還能活到現在 有人說我計較很好 有人說我計較不好 為什麼 澤澤還能活到現在 很簡單 因為我沒在騙你各位啦 是 我就股票績效也 我操作也 沒在跟你胡扯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 等一下咱們分析師喔 股票漲就漲 跌就跌 好 那投票就這樣來啦 來 來看一件事 今天台積電是拉起來對不對 那中場我要休息 我要提早休息 因為我等一下要看一下那個 世界先進看有沒有法說 是 還有有達法說 有沒有什麼消息新聞 新消息 是跟大家講 問一下研究人員 是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兩點都法說 所以這兩個法說很重要 那講到這邊說連電 我們叫他邏輯思考 肉依連電是說 那個28奈米啊 對 28奈米的時候是不是 在那個 12吋金融 28奈米這一塊喔 可能就是會成熟 成熟制成可能會 功過於求 對 可能在明年 或明年下半年的時候 2023 對 所以連電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喔 本來是60幾塊對不對 跌到60塊以上 是 你這是合理嗎 完全不合理 我等一下 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我說過了 我說過到明年 還會新的需求產出 嗯 是不是 對 還會新的需求產出 我很多事情我都預告到前面 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新聞喔 細菌二哥 他沒給我 細菌二哥告訴你什麼 欸 這邊 反而 來來來來 說這邊缺貨了 等一下 細菌二哥 他說什麼 還找不到新聞 等一下 細菌二哥告訴你 說缺貨缺到2026年 若瑞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2026年 來看一下 2026年 所以這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喔 我找一下找一下新聞 為什麼找不到 有有有 細菌二哥 缺貨到2026年 細菌原是什麼 金園代工廠商的最善游嗎 是 日聖 日商聖高總座 有沒有 台聖科是相關的一個公司 細菌二哥缺貨缺到2026年 你有聽過缺貨缺5年的嗎 很多耶 沒有聽過 真的沒有聽過 這很長對不對 是 這很長久 然後這個時間很多很長啦 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那去貨他說很困擾 那很多人就會說 網路上就有邏輯說 去貨去到2026年 聯電PTT我看到這個邏輯啊 是 PTT就有人說那怎麼會 怎麼會聯電 聯電說公補應求 公補應求 然後就有人回應了 我看PTT就有人回應說 就是因為聯電擴產 是 所以他去貨去到2026年啊 是不是 是 你聽懂嗎 他們的邏輯就是有人回應說 聯電 對 是因為聯電擴產他還缺貨 對 那我問一件事情 不論是聯電是否缺貨 或吸益金源是否缺貨 都取決於下游最下的廠商 譬如說我 他交多少 蛤 譬如說我比電業者 是 汽車業者 家電業者 有沒有提貨 有沒有需求 我說沒錯吧 對 那你想一件事情 今天有可能 有可能 台積 聯電已經怎麼樣 供給大於需求了 是 汽車業者 怎麼樣 還缺貨嗎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你聽懂我意思吧 對 你聽懂我邏輯吧 所以他上游缺貨 你剛好說金源代工 反而不缺貨了 我公共於求 這邏輯是錯誤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是看你的看法 聯電只是講比較保守 可是真的看比較遠的人 會告訴你說 其實會一路缺貨 就像我說的 是 沒有理由你說 汽車業者 擴產的 然後下游的 已經不要它了 是 我品牌業者 我不需要這些金源代工的 然後最上游跟你講說 我缺我 你懂嗎 對 我就講那些外資分析師 看的沒有我遠 台灣股市 我最先跟你說兩萬點的 那些外資分析師 不論高盛 你不論你那些大摩 通通都是因為台股本益比 很低 是利益高 是 這也是為什麼台積電 你今天看起來 很多股票應該說台股 很多股票看起來 比較像那一看跌 是 台股質率率本來就很高 對 你聽得懂嗎 台股質率率率就很高 現在升息 確定升息很快 可是 拜登也告訴你了 來看一下 告訴你什麼 拜登說 你知道 通膨將在年底前大幅緩緩 為什麼 因為年底的時候怎麼樣 肉依 就會回復正常生活 對 看你是看短的還看中的 還看慘的 我都幫你規劃好了 你懂不懂 那大家如果看慘一點 就告訴你 其實通膨會下滑 你本人就不應該 行 貨櫃山雄買 那看短一點就是 哇 現在通膨很 很強 所以貨櫃山雄看起來 還是有 還是勉強一點強勢 那因為現在通膨很強 先升息再說 短中長你都要看 你要找最專業的分析師 你知道嗎 我們再休息一下 我馬上回來 我趕快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友達 跟世界先進的法說 世界先進的法說怎麼看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那昨天呢 我們看到這個通膨數據 美國通膨數據是到7.5% 年增7.5% 是非常高的一個數據 但是接下來呢 又會進入後疫情時代 到底在3月升息之前 我們手上的股票 該怎麼樣操作呢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節目當中 會告訴大家重點 還有呢在我們節目直播的同時 兩點 友達還有世界先進的法說都正在進行 所以稍等呢 投資長如果有抓到一些重點的話 也會在節目上直接告訴大家 所以投資長現在有抓到什麼內容 沒有 我在找 我在問我們研究團隊 還有我順便找一些新聞喔 好不好 好 好 那那個 嗯 友達的Q1表現略差喔 淡氣的出貨 還有那個ASP寄減5%啦 好不好 寄減5% 然後 可是問題是 怎麼看喔 這個我稍微看一下 好 那可是這個應該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一個 利空啦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友達來收視一下 我去友達很特別 看一下喔 好 你記得一件事 這個算季減1到5%對不對 對 如果 如果我們看一下友達昨天的營收是什麼 友達是月減12%嘛對不對 對 月減12% 那月減12% 那你第一季只有季減5% 那算不錯喔 那代表是什麼意思 你聽了嗎 到底你聽了嗎 如果我 二三月我回來 什麼 對二三月說不定 一月反而一月是相對低喔 是 因為你一月季減是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你 你那個 十一十二都在300億左右嘛 對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你 如果你那個 嗯 友達 一月營收278億 是月減12% 可是他告訴你是季減 那個 5% 算很少耶 對不起我更正錯誤了 算很少 算不錯 因為我邊看新聞我邊想一下 我們是當分析師 算很少啦 不錯這算利多啦 算利多 因為我們一月就減12% 對 對 一月減那麼多就月減12%了 可是總計才計減1-5% 是 算蠻少的 所以 友達已經說第一季比想中 還是有心心的 蠻多的齁 比想中好齁 那你看一件事喔 好 所以友達第一季算比我想中好 嗯 我要跟著我剛才說法 來 所以七天內 二、四、六 當分析師就這麼專業了 一個新聞來我趕馬上解讀 是 二、四、六 六天裡面有五天是紅K 有人只要知道新聞了 好啦 那除了這個我們來看五三四季 世界先機 我最喜歡這種喔 你說 不過專業分析師還不能像我這樣 直接出問題要直接解讀 你知道嗎 是 世界先機有241億元的資本支出 比平常又多一點 大家都擴增嘛 大家擴增嘛 中心擴增的最激烈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最善由台生科跟你講2026年 然後聯電只是跟你講說 你這個成熟製程有些功過於求 他說有可能 人家只是告訴你有可能而已 明年下半年 到2026年 為什麼 因為新的需求馬上補上去 你信不信 你們不相信沒關係 你們不相信沒關係 Way and see 你就知道那些外資分析師 有些人根本看很短 就等於明明就知道 歐默款要結束了 通謀要下滑了 很多人還在緊張 反正你覺得我現在要壓寶 那個什麼 那個疫情概念股 都出乎邏輯嘛 股票都告訴你事實 你聽懂嗎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所以事件監禁這個 這個表現不錯 有機會帶到聯電 那友達比我想像中更好 友達我直接告訴你 因為資本支出 事件監禁資本支出 算小利多啦 不算大利多 可是友達的那個第一季營收 算很漂亮喔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那一樣喔 我這個我有帶會員買 不多人我要先強調 因為我太多人盯著我講每一句話 好 這跟大家講 殘忠航 之後買進 我比較想要是拉回買啦 那第一天漲上去 再漲再漲 他五天都漲了 永不回頭 好不好 殘忠航 我具有機會噴出去喔 我再講一件事喔 好 我認為同一批中食物 獨立大戶喔 有進場 買殘忠航 把之前的航運股喔 給 直接進這些股票 好不好 因為他們比較了解這些真正的一些 行情啊 好不好 你去想一件事情喔 昨天還有那個 好像是 那個遠航的董事長還哭啊 是 因為 抗議政府沒辦法富航 他為什麼哭 如果是賠錢的公司 有沒有富航 有沒有開始疑念 沒差 才聞到那個 你是看到賺錢的機會 是 所以很多股票你要趕快把握住 要跟著我們行列 好 記住要跟著我們行列 是 所以同朋友你去想一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喔 這跟大家講 來 吹隊外我們來幫他看 來看看 來 強帽 強帽 強帽同朋友很明顯 他就是要噴出去的 是 還有3675德維 這就是 什麼 汽車概念族群 德維線型也是真的很漂亮喔 嗯 德維的線型喔 跟景碩蠻像 還比景碩漂亮 還比景碩漂亮 為什麼 因為他回展幅度不深 景碩還回展比較深一點 是 所以德維這些股票 他有機會再噴出去喔 好不好 我就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同朋友我以前的件事喔 我問你件事喔 現在很多的問題是說 你要新股票新股票 我問你件事喔 如果到時候 現在他如果到時候 噴出去創新高是130 你100這邊買 你可以足足的三成 你不買 你要到130再買嗎 有意義嗎 整整每天好像講的都差不多一樣股票 你有沒有追到 常常我也講很久 你有沒有追到 是不是同朋友 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對 你有沒有追到 同朋友好不好 你知道嗎 這我跟大家講 有的啊 你看他之前回答也很深啊 不到20塊啊 現在轉眼睛也快兩成啦 肉眼你聽得懂嗎 嗯 是不是之前牽成最高20塊 22塊嘛 再也有兩成啊 你怎麼追不到呢 是不是 選對方向 選對股市 你就選對趨勢 你懂嗎 好不好 沒有像你想像中這麼難 好不好 一堆股票都在 一堆股票都在漲價 都在通膨概念股 股價也會漲價 嗯 這些觀念其實我很早就跟大家講的 Fatwatch也是我很早跟大家講的 沒有 其實我發現很多的事情 我發現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Fatwatch 現在很多報紙 或者現在很多分析師會告訴你說 1月升旗機率 我敢很大聲跟你講喔 第一個發現到這個網站的是我國者喔 全台灣分析師我敢講 我敢拿出影片來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我自己搜尋Fader 然後升級距離或Fader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東西 是 你懂我意思嗎 以前沒有什麼網站的你知道嗎 以前你要去看一些期貨利率 對 這個Fatwatch網站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新聞報答也會報答 可是我是第一個 我做很多事第一個 Telegram我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我摩爾第一個 我第一個 賴粉絲能數 我那時候也是先驅者 我看到很多人看不到未來 你要就是要選第一名分析師 你說短期哇 投資產你股票是不是最噴 短期要比賽 我也可以跟人家比 我更不怕人家跟人家比 我180% 那為什麼我每天用邏輯思考 跟你講大盤 然後再用個股 我想像是你賺穩健的錢 我想改變投顧生意 改變投顧 你對投顧分析師的看法 投票你懂嗎 你想像是怎樣的分析師 我這股票很多會噴出去 我是直接講 今天是大多頭 他只是難操作 為什麼難操作 莫名其妙跟你講說 升級要升級兩次了 我還沒想過要想那麼多次 是 結果台股還是開第一給你走高 走高 對 為什麼 因為台股就是高值的利率股票 那也莫名其妙啊 至於外資明明就是 上看台股兩萬或兩萬二 對 那最主要都是因為台股 低本一筆高值利率 結果都買這些低本一筆 買高值利率 你就ABU的載板看好 是 不是你不能說你看好這個東西 你只看好ABU的載板 那你要看好友達啊 對 你要看好敦泰啊 邏輯都怪怪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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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積電為什麼今天有點開地走高 對啊 投資啊你不是說那個殖利率一高 台積電就漲不起來 對 台積電漲不起來啊 嗯 今天也不能算漲嘛 你聽懂吧 就它很難突破新高 如果觀賣殖利率在二以上 我可以跟你很認真跟你講 台積電沒辦法突破新高 這我當初的結論就這樣子嘛 肉也沒錯吧 對啊 那不代表自己會下去 因為一下去的人就說 台積電的殖利率就變高了 是 你聽懂嗎 嗯 殖利率不就是 就是分發的股力 除以 股價嗎 對 那你股價一下滑 不就殖利率就上去了嗎 對 所以它也不一定會下去 因為它 明年成長的幅度太誇張了 你聽懂嗎 這幾年成長的幅度太誇張 你聽懂嗎 嗯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成長分析師 好不好 台積電賺的錢怎麼樣 台積電賺的錢 都是你付的錢 什麼意思 台積電一漲啊 我要對誰漲價 對蘋果漲價 手機明天會變貴 我打包票明年一定會變貴 是 那明天變貴怎麼辦 我買的好東西好貴 是啊 所以你為什麼不利用台積電賺錢 讓你聽懂的意思吧 你已經一起了 明年可能很多東西 今年很多東西變貴了 你的錢越來越飽了 你的薪水死薪水 你可能公務人員 你可能醫生你覺得錢就是死錢 你為什麼不善用你的錢 你為什麼不善用投資工具 然後勒 穩健的工具砍傷你通膨呢 你可以最保守 你可以不計 你可以像肉一樣買糖50啊 台灣50報頭禮到現在你們滿滿意 滿滿滿意 滿滿滿意對不對 看到沒有感覺嘛 是 無腦投資法嘛 真的 對不對 指數型基金的 所以我公開一直講啊 你的分析師講那個 以前聽老前輩 你講這個幹嘛 不能收會員 我說我不在乎 能不能收會員 可是現在你看很多分析師跟你講 買台灣50買台灣50 很多YouTuber也跟你講買台灣50 最穩健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說有朝一日我會證明 官司從台灣50 我都可以賺幾千萬 我靠我自己 因為我不能買股票 我會讓你知道我當分析師 我是有損失的 是 我有朝一日會證明 真正時間你進產的時候 我就會丟進去了 我讓你知道什麼叫天分 很多事情是需要天分的 沒關係 我講的我就會做到 我很認真跟你講 只是我鋪很慘的一盤棋 很大的一個棋 這跟大家講 這個沒關係慢慢來 我講話 外資什麼 外資買超 外資買超都蠻奇怪 買超43億 秋華是買盤 可能尾盤買台積電嗎 什麼 是應該是買台積電 應該是買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法說 台積電那個營收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相對聯電相對世界先進 這些營收太漂亮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慢慢來跟大家講 除了這一外我們來跟大家講 一些股票 來 頭長台積電相關概念股 那個萬潤今天表現也不錯 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而且是連漲好幾天 萬潤不錯 萬潤要噴出去的 萬潤其實看起來有機會噴出去 這是萬潤 那我們來看一下3583的星雲 星雲這邊還在盤盞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覺得比較漂亮的技術線型 先看得維 車用這個線相關的好不好 好 還有牆帽 牆帽一直在洗 洗到你噴出去受不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這我可以跟大家講 那景碩也不錯 其實很多股票啦 連發科買了就放著好不好 連發科買了就放著 你好很開心 一堆工程師替你拼命賺錢 如果你是台積電工程師 你是連發科 你喜歡連發科工程師替你賺錢 你當老闆的感覺 你去買連發科就好了嘛 對啊 你連發科你覺得 台積電現在薪水跟你差不多了 還是比你差一點點啦 連發科薪水還是略高啦 沒有看什麼階級啦 你想要你眼紅 你想要他們替你賺錢 你買台積電也可以啊 那怎麼抓轉折 看我大盤參加我會員嘛 是不是 你每天拼命辛苦賺錢 你還是要趕上通膨啊 是不是 台積電現在薪水比錢高很多啊 是不是 以前號稱 以前號稱150 現在號稱200 200以上 可是問題是 有趕上新竹的物價嗎 有趕上台南的物價嗎 有趕上台南房地產的物價嗎 你感覺沒有 那怎麼辦 你為什麼不利用台積電 你為什麼不用股票來幫你賺錢 你工作你是花12小時15小時的工作賺錢 你的股票是20小時為你成長 是不是 對 我們公司的業績計畫 當三班的人 三班的人馬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要替你工作 你為什麼不這樣想呢 你為什麼不這樣想呢 好不好 像是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的時代 有沒有 你要搞清楚喔 你通膨越嚴重生疲能幹嘛了 我跟你講啊 如果又出了一個什麼金融海嘯 或世界大戰 現在有沒有 拜登跟你講他不打世界大戰嗎 對啊 我是不是兩國打不起來 我不是再跟你講 那拜登比我想像中還怎麼樣 還沒有勇氣 再保守一點 還沒有勇氣 我畢竟是美國總統 不要罵太熊 對啊 還沒有勇氣啊 所以打不起來 那就不想跟你打 那怎麼辦 那俄羅斯也沒有那麼無聊 人家就不想跟你打 你跟人家說我不想跟你打了 你還硬要打 那就是無聊了 那當然就不得不打了 不會做這種事 這個跟大家 那普丁 那個俄羅斯總統喔 那個 我有沒有講錯名字 俄羅斯總統叫什麼名字 普丁 普丁嘛對不對 沒錯 他也沒 我研究他一陣子 他也不是這樣子好不好 他只是要刷存在感而已 OK 刷存在感好不好 那你們知道說我也是不好惹的 好不好 這些股票慢慢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其實邏輯思考你知道 今年他就是疫情 他是很尷尬 現在通膨很高 可是通膨年底會下滑 然後現在通膨很高 很多股票反應者 很多公財值率反應者 他就很波動劇烈的 股價一聽到通膨一起來 美國股市就殺下去了 可是台灣股市又是因為 看通膨的好公司 看通膨怎麼樣 好公司一堆 看通膨的好股市 然後又有一點震盪 你就覺得好奇怪很難操作 就是因為如此 你更需要找分析師 因為你不理財 財也不理你 現在看起來通膨起來了 發生什麼經濟海嘯 可能又給你QE了 無限QE了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以後錢就是越來越飽 一無限QE呢 因應鈔票呢 你錢又變飽了 房地產又漲上去了 怎麼辦 你想想看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啊 好不好 不論對或錯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很多股票要噴出去的啊 連發哥 我認為兩千塊也都絕不為過 可是你要找 畫面給我 你要找正統的分析師 要找投顧 合法的投顧公司的分析師 一般人如果在股市中給你收費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騙你的 應該說違法的 因為那不符合投信投顧法規 因為他只要對股票 就算上課程也是一樣 他是對現在股票 有任何評價 那就是對未來趨勢的判斷 只要對未來趨勢的判斷 都是我們分析師的權利 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合法的 我們有繳稅的 我們有受監督的 所以我歡迎去檢舉那些人 好不好 那你不檢舉那些人 沒關係 你要檢舉那些人 你不參加我們行業也沒關係 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因為他會說台灣股市上兩萬點 肉依今天台灣股市怎麼樣 哇塞 漲好多喔 台灣股市五天啊 累積上漲636點是不是 對 好像沒錯齁 然後3.6% 貴買呢 漲3.2% 大盤漲3.6% 貴買漲3.2% 誰漲比較多 大盤 我是不是說過了 到最後貴買指數漲比較多 對 所以現在沒有喔 那會代表我錯嗎 錯了 代表是上跪指數 你看連續五天都紅K 這麼強大的一個股市 你居然不投資 然後散勿一堆在緊張 這種行情喔 百分一定啊 非常高的機率會噴到三位指數 到時候創新高 你就說 投資產怎麼辦 我沒有把握住 投資產怎麼辦 你的大蒜王朝 投資產你好 又搭 哇 你連電這些股票 你算牛皮股股票噴出去的 怎麼辦 今天連資源也噴出去的 齁來來 這股票 資源也要創新高了 有沒有看到 這股票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跟我帶我進場 那也歡迎來電下行 080668085 08080 幫我 齁 趕快幫各位 幫我最大的方式就是 我幫到你 這是我最開心的一件事 去香港人家真的沒事 宇宙各位能夠 賺大錢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解更多資訊 可以撥打專線 0800668085 榮耀華爾 見我們下週見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 小小鼠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鼠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鼠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最後是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